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江东山区娘子军 巧手接红松实现产量翻一半 从负债百万到集体收入六七十万 看这个小村子为啥能密集成功 专家指导进地头 精准施肥不犯愁 让昌途的乡亲们没了后补之忧 集体种香菇致富有奔头看外村的种植户 靠订单农业致富 立足新三农 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我是主持人俊峰 如今在温室大棚的后墙种草莓 对于咱们种植户来说 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不过您可能不知道 这个立体栽培草莓 学问还真是挺大的 今天咱们就请专家 来给咱们好好的说的说道 丹东东港是辽宁草莓的主产区之一 辽宁草莓科学研究院就设在东港 这里的草莓种植非常有特点 从2009年开始 东港的草莓种植户 就开始利用大棚的后墙种草莓了 到目前为止 当地基本上已经全部采用这种 利用后墙种草莓的立体栽培模式了 这个栽培草呢 长点算五层的话就是330米 而我们用地的大棚呢 一般按冷仓的话是800米 330米和800米比较的话呢 也就是能够增降40%这么一个生产面积 如果是母产8000斤来算的话 40%也就是3200斤 3200斤从我们12月的商中旬采售 到6月份结束 国价平均10块钱的话 也就是3万2000块钱 怎么样 这笔账听明白了吧 充分利用大棚空闲的地方 在后墙种草莓 一亩地就能增加上万元的收入 而且还不需要弯腰种植采摘草莓 降低了劳动强度 墙上种植草莓不仅光照充足 而且种植使用的土壤 也和地面种植有所不同 这些土啊可不是普通的土壤 而是一种叫机制的东西 一般的情况下呢 它的配放主要呢 是以这个潮碳土为主 剩下的还要添加呢 蚯蚓酚或者是珍珠盐 稚石 原土和凤花萨 使当的还得添加一些这个 富克肥 还有叫钙米铃肥 这是改造这个 里面那个皮蚀质的 这几种物质添加去以后呢 在应用过程当中 使当的添加一部分那个菌肥 这个机制就配好了 这样配出来的机制 疏松透气 还有保水功能 特别适合这种厚强立体栽培 除了机制 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在草莓下边 还有一层白色的网 这种网呢 应该是比较适合 做草莓拓果用 就是我们草莓果称出以后啊 用这个铁线 讲这整个网呢 两边固定以后 给它称直 形成啊 这么一个拓果 这么一个状质 这样一来就避免了草莓成熟以后 草莓梗容易被压断的可能 后墙种草莓 除了在设施上 有独有的特点 在温度管理上 也是要注意 刚才说了 后墙光照充足 所以大棚里的温度啊 就不能太高 生长期一般要求的温度呢 在26到28度 随着这个开化啊 这个过程开始 到进入结果期的时间呢 一般在24到26度啊 就可以了 进入果汁成熟以后 一般要求的温度呢 在20到25度 利用大棚后墙种草莓 好处还真是不少 既能增加土地的有效利用面积 又能改进种植技术 提高草莓的品质 带给种植户的经济效益 也就大大增加 红松是一种经济树种 松子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但是呢 红松结松塔呢 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般得十年左右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缩短它的这个周期呢 在辽东呢 就有这样一支队伍啊 常年穿梭在这个山林之间 他们都有什么绝活呢 咱们来看一下 三月末 凤城山区日平均气温 刚刚达到11摄氏度 这是红松嫁接的最好时机 一大早 本西上浦村的 王兴女子红松嫁接队 就开始忙碌了起来 为一会儿出发 凤城嫁接 准备红松种碎 生长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红松产出的松子 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近年来 人工栽植的红松数量也逐年增多 然而松子的产量在我省一直是个难题 普通红松苗栽种三到四年后才能成型再嫁接 嫁接成活后还要六到七年才能储果建立 建果年限长 成活率不足60% 几年前同样种植红松的王兴想了个办法 在冬季采集优质红松种碎 进行成品树鸟嫁接 利用植物受伤后具有愈合的机能 扩大了根系吸收土壤营养的能力 不仅把红松树的生长期缩短了五年 结果率也提高了近两倍 这个技术颠覆了红松种植的老办法 成本低 效率高 上午七点 嫁接队员乘着大巴车出发 两个小时后 抵达了八十公里外的丹东凤城向前村 今天要开始为两万棵红松进行嫁接 为了保证成活率 在最好的时间嫁接 队员们平均每天的作业时间 都要达到十个小时 在这个红松萌动之前 刚要萌动的时候 这个树叶晚上生长的时候 这个时期嫁接成活率要好 应该九个到十个小时 因为我们这是季节性的活 必要抢时间 客户都着急了 到季节 人家种这一棵树本钱也不小 完成什么你给人家结了 必须得结好 嫁接队有着严格的制度 从准备种岁到嫁接每棵树 都有十名制标签跟随 标签上的每个数字 代表着一个队员 这样不仅可以量化队员们的工作量 嫁接质量 也可以直接追根溯源 就是说对自己也是一个要求 对用户也是一个交代 谁做的好与不好一目了言 这样实名制以后 他们每个人的责任心都非常强 都争作第一 所以说我们整体服务水平就上来了 总是质量好 嫁接的成果率又高 整体的嫁接队 队伍这个就上来了 红松嫁接不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但却需要工人的细心和耐心 嫁接时下刀的角度和深度 是决定嫁接能否成功的关键 而这对嫁接娘子军们 算得上是咱们红松嫁接界的标杆了 李刚前几年种了4万颗红松 去年找到了王兴嫁接队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嫁接了2万颗红松 经过一年的时间 红松的成活率让他特别惊喜 今年决定请来嫁接队 把剩下的红松都嫁接上 这些身怀苗目嫁接技术的农村妇女 都是通过规范的技术培训 和严格的考核评定 才加入到了她的红松嫁接队 现在这个由妇女组成的嫁接队 已经成为了本新 乃至东北三省红松嫁接 劳务输出的金字品牌 而他们自己也通过辛勤的劳动 获得了应有的成果 我们是春季作业 比如说从这个时候干到五月末 也就是接近去掉雨休 也就接近两个月的时间 每个队员的收入在两万块钱左右 毕竟是属于一种技术吧 比较正常打工一个月一千多块钱 这是要多的多 虽然能累点 但是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因为一天就说我们都受益的挺多的 由于技术好 讲诚信 现在嫁接队的活越来越多 这支红松嫁接娘子军 用巧手为山林送去了 勃勃生机的同时 还创造出了更高的经济价值 他们也成为了春天大山里的 一道风景线 今天那就帮忙有求必应 给大家说一点农业技术 和农业政策方面的事 对这个地补还有粮补 还有疑问的乡亲们 您可得仔细地听好了 新农业新发展 那叫一个快 新政策弄不懂咋整啊 黑土地那就帮忙 新农村新生活 那就一看美 有啥哥的解不开 咋办呢 黑土地那就帮忙 新农人新产业 那叫一个顺 遇到烦恼找谁了 黑土地那就帮忙 那就来了 唯有快乐火车咨询我们 什么是水稻直播呢 这里所说的水稻直播 可不是通过网络 来直播水稻种植的过程 而是一种不进行 预央移栽 而直接将种子 播散于大地的栽培方式 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省工省力 适合发展集约化生产 大面积直播 可以缓解用功难的问题 但是直播也面临着 一定的难题 比如说南泉苗 草害种 异岛福等等 所以啊 在生产上 要特别的注意 掌握好泉苗 除草和增肥的技术 国家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 已经于2017年 发布了水稻直播品种的 审定标准 目前呢 已经有很多地方 都组织开展了 水稻直播品种的 趋势审定工作 大伙感兴趣的 也都可以试一试 微友微微一笑问了 今年还有没有地补呢 我们也帮大伙咨询了 今年有地补 辽宁省耕地地利保护 补贴实施方案 已经于2019年的 2月13号正式发布了 政策要求 各市在今年的6月30号之前 将补贴资金 打入农民的银行卡存折中 那地补补给谁呢 原则上地是谁的 补贴就给谁 那这补贴标准又是多少呢 据辽宁省农业农村厅 相关过门透露 预测2019年各地补贴标准 与去年相差不多 因为政策规定了 补贴标准由市或县 结合补贴资金总量 和确定的补贴依据 综合测算确定 可以实行全市统一标准 也可以以县为单位 实行全县统一标准 所以各地的实际情况 可能不太一样 未有旭日阳刚问了 很多地区已经完成了 土地确权工作 那今年的地补补贴 是按照新的合同 还是根据以前的 土地证面积来补呢 地利补贴 可以根据以下三种情况 由各市政府确定 一是已经重新签订 家庭土地承包合同的 可以依据新合同中的面积 作为补贴依据 二是没有重新签订 家庭土地承包合同的 可以按照第二轮 家庭土地承包合同面积 作为补贴依据 三是没有实行家庭承包的 可以以村台账为基础 向农民发放补贴资金 但是呢 大伙在这里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机动地 林地 畜牧养殖场用地 以及附属配套设施用地 非农业征战用耕地 等已经改变用途的耕地 以及常年抛荒地 弃耕地等 不纳入补贴的范围 唯有幸福人生问了 今年有什么粮食补贴吗 这就跟您闹了 在之前召开的 全国春季田馆 暨春耕备耕工作视频会议上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复认为 今年粮食和农业生产 存在不少积极因素 和往年相比 今年支持粮食和农业发展的 相关政策和补贴公布的更早 下播的更快了 国家继续实施 小麦倒股最低收购价政策 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 进一步拉大补贴差距 这就是为了引导咱乡亲们 合理的调整种植结构 给大伙吃了一颗定心丸 此外呢 今年的一号文件也是明确说明了 完善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 所以说啊 种植玉米和大豆的乡亲们可以放心了 燃补一定有 说完了农业政策 咱们关注一下天气好 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由红墙717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 我是于悦 今天是农历的三月初三 那今天咱们全省都以多云为主 部分地区是晴天 西北风3到4级左右 部分地区呢 可以达到4到5级了 白天的最高温度 在11到17度之间 夜间的最低温度 在零下午到4度之间了 那今明两天持续的偏北大风啊 有育秧育苗的乡亲们一定要注意防范 综合来看呢 未来三天 整体气温会比常年同期是偏低的 回暖之路可以说很艰难 霜冻风险呢 也远未离开 所以说提醒着急漏天 一栽定值的朋友 千万不要着急 以免遭受霜冻的危害 那了解过了天气 咱们再来看看 乡亲们又给咱们提出了什么问题了 这位乡亲说啊 老师你好 我呀 想种一个越冬的辣椒品种 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个呢 最好是商品性好一点 而且产量要高一点的 麻烦老师给推荐一个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技术人员 给他解答一下 真有这么一个品种 这个品种呢 是适合越冬栽培 这个产量分散高 辣椒呢 还是纳含线特别好 这个品种呢 是盛寒740 是北京农科院 近两年搞出来的一个最新的 越冬辣椒品种 这个品种呢 有这么几个特点啊 一个呢 是辣椒的 呃 难含性特别好 到这个 三九天啊 它也不会缩头 正常结胶 有的品种呢 到这个季节以后啊 它的就没有胶了 就像咱们老平讲的叫蟹茶 一个胶没有了 等温度高的时候呢 它在长 这个品种不是 这个品种就是 到最冷的时候 它依然挂胶 就是耐性特别好 长是吧 这品种产量很高 呃 一个呢 是 它胶比较多 再一个 一般的品种就是两型式 约冬辣椒 这个品种 大部分是两 三型式 个别的 它有四型式 果肉比较厚 啊 我拿着这个 这个 白开一个 看看它的果肉啊 因为四型式的多 所以它是果肉 啊 心腔多 看 这个是 三型式的 啊 三型式的居多 所以这个胶就是 比较压秤 有分量 啊 还有好多是四道斤的 四型式的 一个生长季下来呢 越冬栽培 大概能接到 八十个辣椒以上 那三个就一斤 算算多少 这一颗羊是能 能接的 自己算一下 产量是很高的 呃 颜色属于这个 黄绿色 现在的主流颜色 再一个 它这个胶 这很光亮 果面光滑 果形顺直 前期 中期 后期 它的果的长度变化不太大 在那个三十公分左右吧 深寒740这个品种呢 市场上特别受欢迎 呃 一般呢 它比 呃 其他的胶 它多五毛钱 呃 一般的也得 也得高两毛钱 还有一位观众 给我们留言说了啊 我们家呢 是辽西这边的 去年啊 有对咱们农民的惠民活动 我看这个种子比较便宜 那今年不知道 还有没有实惠的种子啊 我还想再种一点 好的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技术人员 给他解答一下 我给你介绍一下 沈亿801啊 沈亿801这个品种呢 是5500粒一袋的 一袋是一亩万地 如果我们要3800 呃 这个品种呢 有几大特点 首先呢 它是国审的一个大品种 2015年005号 国审呢 适用性非常广 黄海海 东华北 抗旱 抗寒 抗导 奈极薄 抗大半病 呃 湿黑碎病 综合抗性比较好 这个品种比较适合呢 像是养殖户 养牛 养猪的比较多的 特别是养牛的 它这个利液 打那个面子啊 呃 蛋白比较高 它的结杆的发酵呢 牛 猪 胀肥比较快 育肥比较好 所以说那个 这个沈亿801 非常适应养殖户选择 我们经常听乡亲们说 说我家的地呀 土质一般 种苞米呢 产量始终上不去 怎么办呢 别着急 今天给您推荐这个品种啊 您看看怎么样 哎呀 这不大胖牙妹子吗 二牙姐 你说你胖牙就胖牙 你还整个大胖牙 胖牙大妹子 这是看这玩意儿咋呀 我这不合认 上展会上看看这收割机吗 我的妈你家就三亩地 你看这玩意儿干啥呀 那你家地少 别人家地不多嘛 我就不合计 你看我买了几次回去 你家收完地了 我还能玩租 还能挣钱呢 哎呀妈 这说挺有经济头脑啊 那行你看吧 我走了啊 你干啥来了 我买种子吗 我买种子没买的 我行到时候来学习 你这不去加 还没买呢 那买 你买了 我没买 这边没买的 那咱俩干过一起买得了 那也行 咱俩看看你们 我操担了 哎这个种子它多少钱一袋 这个两岸三八八的品种 是75块钱一袋 哎呀 它不能买二十 咋的 这一袋种是75 我去年啊 我四十块要买一大包 那不是三字 这个不有包装呢 差啥 没差啥 这个差的说得多了 咱的呢 你知道吧 这个两岸三八的品种 你买回去放弃 你首先它出苗这块 你知道吧 它能保证你的成苗率 我们都保证95以上 这个品种嘛 它是中国适应性 现场广 你像这是 河地啊 洼地呢 是岗地都可以动 你说啊 这沙土地 不保水也不保费 那咋这个呢 这个东西 它就更易发达 你知道吧 它扎根 能吸收到 深层的水分 虚根特殊多 而是扎的 就是老虎 而且它是活干成熟 就是 对 那活干成熟 是不是能记手啊 相当适合记手 而且它的优点 就是还不掉棒 水位就在一米左右 要是正常好年头 就是农民一半 都得达到六七点两 它就这四千来主 你个人算一下 一八年就是高温 这个金库病 你也别的头倒伏了 死了 你就是趴了 它都没有这些样 而且在大连的区域 你看我们去回房间 就是他们在十月中旬以后了 一定还赚着 二丫姐呀 你真是 你太不会过日子了 假的了 你说那籽 其实我就都一样 你就非得买这柜的 那能都一样吗 你那三籽有保障吗 你那玩意 你种出来 去年没结伴 你找谁去了 你能找到人吗 你那它就不会过呢 你买好种子 将来多大粮 多挣钱 那不比啥都强吗 我今年啊 俺家地要不好 我就天天赖着呢 我也种这个 你敢行不 二丫说农资小板块 开播以来呢 已经给大家推荐了 好几个好品种了 今天呢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辣椒品种 这个辣椒品种呢 最主要的特点 就是产量高 那么究竟有多高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二丫收到资 现在开烙 我听说 咋回事 最近它身价挺高的 那我必须得给大家伙 找个好品种了 既得耐寒 还得产量高 而且卖价还得高的 是不 咱们问问去 老师 我这一进旁 发现咱这辣椒 挺不错呀 但到现在 我都没发现 有病的液 这个抗病性啊 特别强 在大跃冬的时候 它主抗的 还是灰霉病 液斑病 这个抗病性 还是非常好的 我发现 它这个辣椒挂果 时候挂的果 连续作果率非常强 就是底部果啊 挂上以后 上部照成 大中小都有 就是大果挂上以后 中部果还在挂 小果也在开花结果 一株的话 整个生产周期 能有几个果 有效的是60多个果 就是有效的 我们能卖上钱的 60多个 等无效的 全加在一起 这个也能达到 100左右个吧 回头椒也在出现 回头椒出现 上部继续作果 这就是这个品种的能力 寒香东乐 特别的地方啊 这个我在下边指导的时候 就说前期控羊 后期呢 就不用控了 它这个作果率非常高 它前期控羊 就是怕它涂涨 对 就是羊一旦涂涨了 就是老百姓叫跑羊了 如果跑羊了 它就是浇的 作果率就低了 降低了 前期呢 晚一点摘浇 把这个羊坠住 那像这一棚的话 摘一次果得1000多斤 一次果啊 最多的摘了2200斤 这个100米方 就是说是一亩地说 一次性载收 2200斤 我感觉咱们这个胶挺漂亮 对啊 这个胶外观非常漂亮 就是商品性非常好 就是到市场啊 每斤能多卖两三毛钱 这是没问题的 哎呀 这辣椒迪里独鹿的呀 太招人稀罕了 咋呀 二家今天没问错吧 咱海江东乐啊 真是个好品种 而且吧 这个品种啊 还是咱黑土地推荐的 种它呀 准没错 三年前还负债 100多万的贫困村 这两年却让村民们脱了贫 村集体收入达到了 六七十万 靠啥呢 瞧瞧 走进一线高台子镇 桑土银子村 大大的红色福字映入眼帘 墙上的壁画 几头活灵活现的肉牛 似乎在预示着 2019年 桑土银子村 一定会牛气冲天 难工的人均收入 也就是在六几千块钱 七百千块钱 这样到头来 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 来养殖在能力这块 平均达到一万两千多了 原来咱们的贫困库是 七十五 七十四户 现在基本都脱贫了 三年前 桑土银子村 还是一个负债过百万的贫困村 村子里没有任何致富的产业 结底之后啊 因为这村里没有特殊产业 没有发展 就依靠种地 凭着这个打苞米打花生 卖多少算多少 大约一人要只种地收入的话 你三亩地一亩地 那你存上四五百块钱 你算就也就一两千块钱 2016年 韩松林接手桑土银子村 当上了村书记 通过对村里情况的了解 和地形的考察 决定进行农业转型 带头养牛搞起了畜牧产业 韩松林看上了肉牛生长周期短 市场价格稳定 不爱得病的特点 号召大家伙集体养牛 当地银行以四厘的年利率 贷款给村民买牛 关长春快七十岁了 因患有脑血栓后遗症 行动不太方便 干不了体力活 作为村里的建档利卡贫困户 也想着买两头牛试试看 由于自家有包米地 牛的饲料钱就省了不少 也就五个多月的时间 牛的身价就翻了一倍 关大爷本以为好日子就快要到了 结果一个新的问题又来了 当地没有养殖大户 肉牛还是村民分散饲养 再加上桑土银子村离县城远 道路不好走 不少经纪人不愿意过来收牛 经过一年多的发展 桑土银子村的肉牛养殖数量 逐渐增加到了两千多头 但是卖不上应有的价格 如何才能解决老百姓的 肉牛销售难题 村领导班子也在想办法 牛越演越多了怎么卖呢 干脆这桑土银子村自己建了一个大市场 赶上集日啊 那是相当热闹 这里是辽西活处交易中心 位于一线高台子镇桑土银子村 每个月的农历三六九是开集的日子 大批肉牛养殖户和四面八方的经纪人 齐聚在这里 现在是哪都有哪都远的可以说咱们赤峰网镇 这个铜铁网镇 那个铜铁网镇 东边那是安山英口大连这一带 南边那到河北那个网镇 几乎这个大家都过来朝阳北票这边 这个占地近百亩的交易市场 一开集销售额就能达到两三百万 不少村上的农户靠养牛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收益 今年计划买三十 一年这一集最多一集买七十多 最多六七个 最多就卖十多个吧 十四五个吧 我今天带七个的 现在卖咋样 卖三个的 自打2016年开始 桑土银子村的肉牛养殖数量 是越来越多 销售一直都是靠经纪人牵线 牛的卖价也不高 如何才能让肉牛卖得上价 村里面商量 建立了一个序幕交易市场 在我观察期间 就是辽西地区 因为整个服务员在三五百里 没有正规大市场 当时考虑这一点 通过县里的扶贫资金 再加上村干部和养牛大户的齐心协力 2018年1月份 辽西活处交易市场正式建成 有了交易市场 农户们卖牛 也就有了底气 不少外地的客商都扎堆来到这里 吕刚 内蒙古赤丰人 算得上是买牛的行家了 一头牛好不好 看一眼就能知道 你看它的厚度相当平整 这小牛相当方丈 它是牛到咱家抚养 水土服 二个年咱里的劲 牛家没有弄毛病呢 防疫防得相当好 这四个师傅拿多少钱 多少钱卖 十回四个也得 一万零二百 一万零二百 牛的卖价都是按照市场行情走 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生方价格合适 当场就交钱 大家伙数着一打打 红通通的钞票 心里都乐开了花 张志文 土生土长的桑土银子村人 几年前从种大田改成了养牛 现在家里牛的存烂量 就达到了四十多头 一个牛喂个三四个月 挣个三千多块钱一头 我的一个老头子一年的话 你养的四十牛 那十多万块钱 那不是飘青啊 你说爱打工机一年 你挣三万块钱 那就算好手了 这个项目是最可观的 老百姓你看 母村百分之八十都是养牛 母村现在存烂 能达到八千头 交易市场的成立 不仅让村民富裕了起来 也让桑土银子村 这个空壳村 有了第一份村集体经济 这个养殖小区 去年我们给村又创造了二十多万 现在一年村上收入个几十万 还没问题吧 这些肉牛即将被拉往 内蒙古 河南 广东等地 村里的不少养殖户 看中了肉牛的发展前景 继续加大养殖力度 增加三分之一 逐渐在扩大 大户现在得站住二十多户吧 大户二十多户就超过一百五十牛以上 通过三年多的发展 桑土银子村已经成为大家伙公认的养牛专业村 下一步 村政府还在继续扩大肉牛的养殖数量 建设养殖基地 争取让这里成为辽西乃至东北地区有名的 肉牛养殖和交易集散地 软枣猕猴桃是一种新兴的水果 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市场价格也非常高 这两年的选择种植这个项目的乡亲们也越来越多了 估计电视机前也有很多人想尝试着种一种 那么种植软枣猕猴桃 都应该注意点啥呢 来看一看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春耕时节了 今年丹东市楼房村的郑志远 又来到了极大哥家的大棚里挑选苗木 打算在原有的五亩软枣猴桃的基础上继续扩建 为啥要扩大种植规模呢 因为小镇在去年可是吃到了甜头 效果反正我觉得是非常理想的 不管是产量方面还是果的品质方面 因为今年也是第一年见过了嘛 我见到了利润 我觉得还是利润还是很客观的 郑志远是个90后 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投身农业 之所以选择种植软枣猕猴桃 主要还是看中了这种新兴水果的市场价值 我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态度嘛 然后是一个是觉得它是市场上的一个新兴水果 然后呢从各方面去了解觉得它的产量什么的也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就是想试一试看自己先搞了五亩地 因为本身就是我的家乡这边 它就是有这样的东西嘛 完了之后呢 而且它条件都比较适合种植 所以说我就是想试试看 就这样小郑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 投了三万多块钱搞起了软枣子种植 然而悉心照料了两年 产量却让它十分失望 17年的时候我那个树刚开始结果嘛 因为产量比较低 而且呢就是说第一年的收入也不是非常的好 我当时就觉得 第一年产量能有多低 一棵树可能就结了两三斤果那么样吧 所以当时呢其实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我就觉得可能投入进去的钱 是不是要打水漂了 眼看着自己的投入就要打水漂了 小郑别提多上火了 可是呢他却没放弃 因为自己栽种的是两年生的大树苗 按理来说转过年啊就会进入盛果期了 第二年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树的产量也上来了 而且市场的行情也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到第二年的时候产量达多少了 一棵树基本上20斤到30斤左右吧 就比第一年翻了10倍 对对对对产量上升非常的快 第二年大概一亩地的收入 净收入应该在七八千左右吧 一亩地七八千 对对对 那你这五亩地下来就得挣个三四万块钱 对对对是的 基本上就是这一年 我就是把之前的投入的成本钱 基本上都收回来了 产量翻着方的提高 每亩地七八千块钱的收入 让小郑对软枣子的效益重拾了信心 其实啊 这软枣猕猴桃的好处呢 可不止这些 这个那个猕猴桃呢 现在是我们在我们丹东地区啊 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门新兴这么一个产业 为什么说热门呢 现在就是它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是什么呢 它在这个栽培过程的管理当中啊 比较简单容易管理 人工消耗的这个比较少 杰强告诉我们 在田间管理上 除了定期的除草和浇水之外 软枣子几乎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管理 它有那么几个特点啊 一个 它这个果啊 呈藏住性 品相比较好 比一般的这个 软枣猴桃的果呢 品相要好看 要大 第二个呢 它的外观呢 到秋天成熟的时候啊 这个果皮呢 有点这个红韵 第三个 它吃起来的口感就特别好 口感特别特别 这个试口性好啊 所以说呢 它现在的市场价值啊 零售价格一般是都在100块钱以上 一斤 所以像你金超市那种呢 它都比较高端的 精选出来的 肯定价值还要非常高 嗯 一管理 价值高 这些特点 正是乡亲们最喜欢的 但是现在呢 像我们公司 现在有几个暖棚 现在都在搞实验 把这个品种呢 叫搞这个温室 栽培 这样的话呢 叫反击 反击这个下果 啊 它本来应该在秋天下来 我们现在让它在春天下来的话 这个产值肯定会翻反的 酸酸甜甜 又富含维生素的软枣猕猴桃 这些年 不但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更是成为了乡亲们的致富新选择 昨天咱们在节目里呢 说了测土施肥的事 如果乡亲们遇到了施肥的问题呢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信电话 024-2318-6752 我们可以会同专家 下到田间地头 给您具体讲解怎么施肥 那今天呢 咱们就到这个昌吐县的这个昌吐镇 去看一看 根据这里的土壤情况 来说一说 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施肥 这是存成本 那就是存钱 其实你都不用 高智学是铁岭市昌吐县的农户 这两年种的玉米年年高产 一作一样的邻居啊 也都很纳闷 大伙明明买的都是一样的种子 为啥玉米产量 就比不上人家高智学的呢 我去年用的也是一般 也一般二买的 去年一般 和他家的比怎么样啊 没那好 去年我打1200斤 人家消178 大伙左瞧瞧右看看 不仅种子一样 地形地块啊 也都差不多 甚至连播种时间 都上下差不了两天 会不会是肥用的不一样呢 用两三年了 又三年了 三年了 三年效果怎么样 感觉还不错 反正到后期收盖的时候 是没有脱肥的现象 品牌个人家 就是打的也感觉到 要比商店的也好 中国石油毕竟它是一个大公司 三年前 高智学偶然听说 众石油加油站 正在卖疗盒牌摻混肥 买了几袋回家之后 一开始还有些发懵 这肥失多少 怎么失呢 高智学赶紧联系上了 厂家的技术人员 专家一来啊 施肥的难题 马上就解开了 老百姓啊 就是普遍过去认为啥呢 就是我种地 我这个要化肥 要割这个种子跟前 要近一点 越近 因为那个 我这个营养全吸收了 实际就不是这样的 玉米的根系啊 你看我给你刨出来 你就看 它很发达 你看这么深 它是靠呢 它的根系 就虚根 去吸收营 所以说我们要求你这个 距离应该在8公分到15公分 10到15公分是最低下 有人好多说 那我多下点是不是能高产呢 不一定 而且会给土地啊 造成负担 像我用我们的肥料 就是呢 因为我们的是获得国家 尊力二能科技进步二能奖的 真正能达到长效 昌土镇的地块 大多是饱水饱肥的黄粘土 所以根本不用过多施肥 我们要做到的呢 是彻土配方 让老百姓呢 要少用肥 用好肥 你这个地块 假如说你需要高点甲 那我们就给你配成高甲肥 淡肥像用我们这个肥料 就淡肥基本足够用了 在26个以上足够用 我们是有科学数据的 您刚才说了 我用力增加好几板几产量 我们是叫等量施肥下 我们增产10%以上的 就等产量下 我们可以解肥15%的 这是科学数据 专家说了 在这个地区种苞米 每亩地是80斤的疗活牌 掺混肥就完全可以了 也不用追肥 这样既能保证玉米的产量 还能保护耕地 农货如果在施肥过程中 遇到问题 还会有专家下到田间地头 进行指导 在中石油加油站买化肥 也免除了大家伙的后顾之忧 这好的农业项目 一般都会有几个特点 有技术 高标准 有销路 在大连庄和的花山镇 这里的优质香菇产业 就让很多乡亲们脱贫致富了 一大早 庄和市和花山镇万亿村的周桂燕就在大棚里忙活开了 他今天的任务啊 就是把去年收完的香菇的军棒清除出去 今天把这清理完了 明天不管后天帮就来了 新的军棒就来了 新军棒就来了 周桂燕的丈夫常年卧病在床 儿子外出打工 剩下儿媳妇在家还要拉扯两个孩子 生活的重担全部都压在了周桂燕一个人的身上 去年村里引进了香菇产业 让他动了心 虽说村里的项目不错 可是要把香菇种起来 对于周桂燕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建大棚 建军棒的钱 就筹坏了周大姐 有了这笔贷款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就这样大棚盖起来了 军棒也结满了 可是对于从来都没有种过香菇的周桂燕来说 香菇最后能长成什么样子 他可是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有了技术员的指导 再加上一年来的不懈努力 周桂燕第一年就有了不错的收成 销售好 销售捡完膜就可以送到村里去 有加工的 我们只负责种就可以 负责种和捡就行了 去年是第一年干的吗 去年第一年 收入怎么样 收入 收入挺好 收入多少钱方便透露一下 爸爸的块钱 刚才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 在和华山镇像周大姐这样的一些曾经的贫困户 在改变了生活状态之后 他们除了要感谢好政策之外 那嘴里还经常念叨着一个人 那就是我旁边的这位 那我想了解一下 于主席 当时你是基于内容考虑 把这个相互的种植引进到当地的呢 基于两点 第一个是我们当地的三度 低少 并且呢 赛时也比较 也高 那么整体的这块的空气呢 比较使用 所有的勾勾叉叉都有水 那么特别适合使用军的增长 于宏心告诉我们 之所以选择引荐香菇产业 不单是看中了这里的环境优势 更因为香菇种植 十分适合当地的村民 香菇这个产业 可以说是一个照样的产业 并且呢 还是一个纯绿色 无公开的 这么一个产业 投资少 建校派 种香菇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效益 这让大伙都很满意 于宏心告诉我们 为了更好的发展香菇产业 今年他积极地与市场对接 已经为村里的香菇找到了销路 在2019年呢 我们荷华山政府呢 积极地走出去 那么目前呢 已经给大连新农家造私 签订了香菇这个勾销合同 大伙集团 要把我们荷华山镇 作为他们的香菇 这个制供地 那么把我们荷华山 所有的香菇 由他们来报效 普通香菇 还有邮寄香菇 都是由大伙集团 帮着我们劝珍的 进行销售 节目最后呢 还是有事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给大家提一个醒 我们的合作社联盟呢 是不收加盟费的 最近有人冒充我们黑土地 栏目的工作人员 跟一些合作社联系 去收取费用 大家一定不要轻信啊 再说一遍 加入我们合作社联盟 是必须费 好了